馮德蘭又開始了 說歐洲期待 在中國大陸能夠享受 跟在歐洲相同的市場轉入待遇 然後還說肖子你仿中啊 要坦能過勝 怎麼跟這個葉倫講話很像呢 但是你看這個數字就很諷刺 2023年來看 中國大陸出口汽車 大概只有15%而已 韓國出口汽車有70%是用在出口 德國是75%的汽車用在出口 日本是50%用於出口 到底中國大陸15%的汽車出口 哪裡產能過剩 那個彭博最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他就來講中國大陸 怎麼 中國大陸整個國家根本都沒有產能過剩 彭博這麼說 整個結論就是這樣 整個結論 比如說那個瑞銀也提出分析 他說中國汽車的內銷的產量 大概2200萬輛 利用率不到50% 所以坦白說 葉倫 葉倫講那個產能過剩 已經讓他變成政客了 因為冯德蘭跟拜登這種角色 他都是政客 你跟他類比 你多遺憾 對不對 是的 坦白講我覺得 中國大陸大概當然知道歐洲 也會有對中國的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可是他覺得歐洲人比較講道理 所以我覺得蕭茲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馬克宏 比如說馬克宏也對汽車補貼有意見 可是他就說那我們就調查一下 我覺得歐洲人至少會說我拿出數據看看 比如說汽車補貼 他說調查 他要調查到2026年 還有另外比如說 華為到底有沒有外洩機密 那歐洲人也說我要調查調查 那再來決定你是不是違反安全規定 那美國人都不是啊 美國人是沒有任何證據就先扣帽子 國家安全 是啊 可是你要有證據啊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世界 你沒有證據 就要在那邊亂抹黑別人 這個搞到最後 連你自己的五眼聯盟你都照不住了 對不對 那澳大利亞不是已經讓比亞迪去了嗎 沒錯 所以我覺得美國就是越來越像個惡霸 就不跟你講道理 我就先扣帽子 那連他的五眼聯盟的兄弟都不一定聽得下去 那其他國家更不用說 當然啊 當然是這樣啊 因為英國就在法國跟德國的對面嘛 所以他們過來就會看到華為啊 我那個時候被你這樣子20億英磅 就讓我要自己承擔 那結果法國跟德國 尤其是德國 德國華為的佔比很高 我講的是5G 所以英國人就會覺得我幹嘛 我幹嘛你說什麼我就要照辦 所以我覺得英國人大概還有澳大利亞人也開始 就是學會就是我要按照事實來辦事 比如說你列那個表 就中國道路是讓汽車的總生產量 只有15%在出口 對啊 產能過剩 那德國是75% 韓國是70 日本是50吧 對這個 在出口 是的 所以你如果要說中國的電動車是 產能過剩 那這三個國家 嚴重幾倍 真的 我覺得顯然就是我跟你講啦 這個 研究過行銷的人都知道啦 就是 有一些產品你這樣冒出頭了 從2%變成5% 然後 它就會迅速到15% 那再上去就30%了 對啦 這個就是口傳效應嘛 那行銷就會慢慢打開嘛 是 其實我 我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電動車啦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 海爾嗎 不是 是那個韓國那個特殊的面板 面板 就是那個OLED OLED 對 那個特殊的面板 對 京東方一開始的時候只有5% 是 那現在已經超過20了 京東方很厲害 所以那個 韓國人的緊張是完全有道理的 我認為這個根本就是商戰 就是覺得中國大陸 汽車現在 現在在歐洲 事實上 佔比也不高啦 不高 也還沒有到10% 可是他們覺得它會 跳躍式的 往上走 我覺得他們已經看到了 對 我覺得 這個 生意圈的人一定會感受到啦 不然德國為什麼 幾家大的汽車集團 都要來中國合資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 他們做不到的部分 對 就是電池可以賣到這麼便宜 續航力這麼高 性價比這麼高 這個是他們做不到的事嘛 所以他就已經料到 後面會有什麼結果 所以趕快就跑來跟中國合資 所以這次消資訪華你怎麼看 我覺得消資就是 但是你看他帶的人就表示 他基本上 因為他的支持度也很低啦 講白了啦 這個都是來救命的啦 就是 他不屈服嘛 不然坦白講現在改選 那基民黨 加上極右翼就過半了啦 我跟你講現在他的執政聯盟 三個黨加起來民調不到30 不到30耶 對啊 你這樣怎麼執政啊 所以他顯然就是認為 我要在經濟上努力一點嘛 那你也知道他的北溪被炸之後 能源成本高漲嘛 所以他就是希望 中國能夠開放更多的項目 那我覺得他應該會得到 中國的善意回應 因為中國大陸大概也想通了啦 這個 中國投資協定 中國投資協定要每一個國家 過那不可能的事嘛 對啦 所以乾脆就 選幾個比較友好的國家 就直接放了啦 是 市長他對 西班牙法國瑞士 是 在訪問的時候 有一些項目就直接放了嘛 比如說旅遊就單邊放了嘛 那農產品有一些也單邊就放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中國大陸大概就想通了 歐洲 恐怕還是各國分別交往比較好啦 那對於我比較沒有偏見的 我就放嘛 那 爭取大家互相的支持嘛 而且我覺得 如果允許的話 中國大陸也不會排除到歐洲設廠 對啊 比如說法國 我認為 中國的太陽能產品 應該會去法國設廠 是 就是說 他可能也會考慮到 那我就幫你創造就業嘛 那你讓我的產品可以到你國家嘛 總之他就是希望能夠發展出一套 跟美國不一樣的市場邏輯啦 那因為 歐洲本來他的購買力 就跟美國接近啊 整個全部加起來 那用這樣剛好就 來證明你美國 你的標準是有多荒唐啊 那在 全球戰略上的結盟也是有意義的啊 這個就是王毅講的嘛 王毅對 西班牙首相講的話嘛 中國跟歐洲只要團結 就不會有新冷戰 所以這個我覺得他基於這個大的戰略目標 無論如何也要讓歐洲 跟中國的經濟上要有新的發展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捷口 請坐下 請坐下 請坐下